我们掌声有请李璐 谢谢大家 我是李小璐 坐在台下 不是坐在这个椅子上 我这是鞋也脱了 头发也乱了 心情非常的忐忑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非常勇敢的 因为我站在了 吐槽大会的舞台上 谢谢大家 谢谢陶云金 陶云金呢 大家都知道 身材好 大家不知道你知道 当然知道了 因为你平时爱晒嘛 平时在朋友圈里面 微博上 都不能在晒自己的照片 视频 我们来一个啊 最后那动作什么意思 特别爱健身 为了健身呀 他真是拼了命了 那蛋白粉天天吃 那是成罐成罐的吃啊 为了肌肉 肌肉 那个健身教练都和医生 都经常劝他说 金子你不能这么吃啊 吃多了伤肾呢 还说我暗恋你呢 我有那么不懂科学吗 我不知道蛋白粉的危害吗 啊 曹云金 你是不是 刚刚听完这个 长远对我的表白 不是 吐槽 我非常感动 我才知道原来 他当了我这么多年的备胎 要我说长远 你其实还是不够喜欢我 你说 你要是真的喜欢我的话 你也送我 六克拉的钻戒啊 你也在节目上 跟我求婚啊 你求他三次 你试试 你看我还答不答应你 我估计我还是不会答应 长远经常在荧幕上 我刚刚塑造一些非常 跨制人口 深入人心的娘娘腔 朋友们都会觉得 他本人生活当中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在这里 作为他的老同学 我必须要替他说两句 长远生活当中 跟角色那完全是两回事 他生活当中 生活当中 那可是比那家多了呀 小陆 我看今天来看你 也没啥可送你的 这是我今天最新的作品 十字秀 筷子兄弟的那首歌 小苹果 红遍了大江南北 我女儿也特别爱唱 你是我的小雅小苹果 继续继续 别忍着 但后来呢 被国外女子组合 买下了翻唱版权 朋友们 你们放心 以后我再也不会模仿 国外明星唱歌跳舞了 因为国外明星的品位 上我戏了 今天的嘉宾粉丝呢 包括了所有的观众群体 你看啊 池子 年轻人特别喜欢 淡淡 网友特别喜欢 萧阳 大妈特别喜欢 刘云 郑军特别喜欢 这个刘云刚才还说 我吵 就是拿甜心吵 跟他们家Jager 订个娃娃亲啊 什么的 我就是吵吧 这个田小姐 也得看她愿不愿意呀 是吧 人家有自己的想法 甜心嘛 大家都知道 有自己的男神 是吧 那个 这孩子这点就是随我 盲目自信 很多人呢 都吐槽我 说好好的明星不作 非要去学什么网红啊 没品位太差了 这种品位 各位朋友 在这里我要郑重声明一下 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啊 多少年前 博客 微博 我就是这样拍照的呀 我根本就没有学网红 我是网红的鼻祖 都是他们在学我 我一直就是这样的 所以根本就不是 我的品位差 是网红的品位差 你们那个还说我在微博上跟网友吵架 对 我承认我是吵了 没办法呀 我又不是故意的 主要是 主要是那天晚上我经历了一场 就是人生中特别痛苦的事情 我打王者荣耀被队友坑了 吵架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啊 你的队友挂线 坑你 你不生气啊 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啊 网上有很多人说我 是吧 说的最多的就是 整容 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其实啊 我是一个优秀的整容师 我们家有高科技 我从肚子里就可以整 你看我们家甜心 被我整的 那小下巴尖的比我还尖呢 其实每个女生都有爱美的权利 爱美之情人皆有之嘛 今天有人画眼线 明天就有人开眼角 今天有人涂红嘴唇 明天就有人封嘴唇 是吧 只要是通过正常的渠道 安全 保证自己的安全 我觉得就行了 你们想想啊 如果这个世界上 只剩下李旦 池子 建国这样的人 那得多痛苦啊 追求美没有错 最重要的是心灵美 很多网友说 小璐以前演戏那么棒 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李小璐了 现在她是什么呀 甜心的妈妈 加乃亮的老婆 其实对于这些称呼 我觉得我很自豪 人人都想当主角 都想正当第一 那我就当第二好了 也没什么的 当第二轻轻松松 很愉快 但是第三就不行了啊 有人说 这么高的天赋 这么大的名气 为什么这么轻易 就毁掉了呢 要不是我天赋高呢 能牵手毁掉 自己的名气 那才叫真本事 所以喜欢我的朋友们 不用担心 我可以毫不留恋地离开 也可以无所畏惧地回来 你们又说 我是靠女儿来炒作 靠女儿来洗白 我就奇怪了 我有什么好洗白的呀 我们白着呢 谢谢大家 我是李小璐 小璐说的太好了 今天很惊艳的表演 让我没有想到 除了会演戏以外 脱口秀说的也可以嘛 紧张死我了 我的天哪 没关系 谢谢大家